同人的业绩从几千元台币 一下子增高到三四亿 有的同人一下子增高到几近两倍 那么这个是不合理的 业绩从千元暴增到上亿元 正式医院心脏科权威医师林昌奇 才接任工会理事长就接获同人监据 发现某医师业绩高的不寻常 平常的医生在作业的时候 你的这个最大容度是有的 这个很困难的 那除非一天二十小时都在看病 被指控的曾经医师 2018-19年年度业绩补到五千元 隔年却能暴增到三亿 换算抽成超过三千万 但林昌奇向医院董事会举报 却都没下文 只好选择跟卫福部劳动部检举 我行为了卫福部以后 他就认为我破坏冤狱 记录一大过 没想到检举换来的是自己被惩处 院方解释 曾经医师年度业绩是两亿多元 但开单业绩也不是分润 指控林昌奇造谣重伤 破坏医院荣誉 记役大过 年终奖金也被砍七万多 但他不满再向劳动部申诉 调查后确定分润金额超过两千万 虽然数字有落差 但劳动部认定并非无中生有 不只吐销大过 也向医院开罚十万元 没想到林昌奇又被开闸 无所不用其极了 找理由我们先射箭再划把 目标就是要解聘 叫我六月三十号就解约 然后一天之内要搬这个办公室 一个月之内要搬宿舍 正经院发文 七月一号起停聘林昌奇 强调是严谨审查后 林医师个人行为不当 才决定合约到期不续聘 如今双方也选择对簿公堂 近新闻